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就是往外排除 出三次气 这个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就是全部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延祈祖 以诸佛菩萨的三经长的这种欲言 融入你的心 获得这种降测 儿子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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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曲 字幕志愿者 杨曹大cla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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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你用非常强烈的信息来合掌前面观想上师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你用非常强烈的信息去看到 你用非常强烈的信息来说 能看得懂我每天养的信息来说 你用非常强烈的信息来说 你用非常强烈的信息去念养 你用非常强烈的信息去念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什么都不执着 就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就不执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这里就是说 我们前面说这样的一样的 有些人像疯狂般地对我进行加害的时候 我们发大乘菩提心的人来讲 应该心里对他产生悲悯之境 即使我们详细当中没有生起悲悯的话 嗔恨心不应该产生 字面上应该这样解释 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 怨恨的敌人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因缘 各种各样的因缘 很有可能别人对我进行打我 杀我 或者是害我 在害我的这种状况 各式各样的 有些印度的一些译本当中 翻译本当中 他这里所谓的害我 就是说别人以烦恼 疯狂般地对我进行加害 也有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 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 这些众生好像造魔一样 或者说疯狂般地对我进行加害 在这个时候 我们一般世间的一种做法 别人不管是有原因也好 没有原因也好 他进行对我侮辱 或者是对我殴打 那我也是应该还手 应该对他进行作战 这是世间一般的一种传统 可是我们在上师诸佛菩萨面前 一定发了愿 要利益天下无边的一切众生 发了菩提心的大乘修行者来讲 不但是不能害他 而心里面应该是对他生起 非常强烈的悲心 怎么产生悲心呢 我们应该这样想 这些人真的是非常可怜 不要说是害我 昨天我们前面所讲的一样 就是连自己最宝贵的生命都是 他们在烦恼的这种驱动下 烦恼的这样的折磨下 对障碍自己的人也会损害的 因此我们对这种众生 应该生起非常强烈的悲心 真是非常可怜 佛陀在《无量寿经》当中也是这样说的 众生密于成灰 贪于舍财 勇无知己 爱在可上 爱在可上 大概有这样的一段经文 意思呢 大家都非常进去 我们这些迷茫的云云众生 他们始终都是沉迷于嗔恨当中 盼着外面的色法 财善 无始以来到现在 现在也是在轮回的旷野当中 如此接念不断的 那以后有什么时候有完结呢 谁也无法固定的 所以说 真是可悲可爱 可悲可上 就是这个意思 因此我们应该对这些众生 尽量地坏着慈悲之心来对待 生起悲心 也好 是的 要优优独立的 其实跟好估论和视频都觉得肯定了 这种基础 craw独立的都是不二的 这种基础有这样的事 也很忙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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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下面第二个问题 不应该嗔恨之对境 分两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观察作害者之心 还有观察受害在自己的过失 分两个方面 首先观察作害者之心 这也是观察他的本体和观察他的害法 就是分两个方面 首先是观察他的本体 下面的两个颂字应该结合起来讲 结合起来讲的时候 也就是说 首先我们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往往都是遇到害我的人的时候 我就没办法对他修安忍 经常对他生残恨心 生残恨心的原因就是因为对境害我 大家也应该清楚了 那么我们下面观察的是什么呢 别人经常生残恨心 害你的话 那么害你的这种恶心 是敌人的这种本性 不是敌人的本性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观察 就是别人的这种非常坏的习气 非常坏的脾气 这种爆炒的行为 是敌人他自己无二无别的 凡夫人的一种本性呢 他的本性是很善良的 只不过是偶尔又出现烦恼的 到底这两个问题当中 指的是哪一个 我们假设有这样一个提出的问题 如果说是第一个 也就是说是害我的这种行为 就是敌人的本性 遭损害贼者的他的一种本性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就是做一个分析 做什么样的分析呢 刚才说了 舍弱害他人是乃使欲则敌人 他自己的本性 如果他的真正的本性 我们每一个人不应该对他生恨性 为什么呢 就像火的本性是燃烧一样的 他的本性是燃烧一样的 害他人就是敌人的本性 这是我们不应该对他生存 那么怎么不应该呢 比如说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 遇到这些敌人 害你的一些亲人也好 或者这些人 他经常要害你 那么经常要害我的时候 我们先心临近下来观察 那么他这样的害我 实际上就是害我的恶性 害我的这种暴虑的这种行为 实际上敌人是不是对他的性格 就是无而无别的这种本体 如果是无而无别的真实的本体的话 可仅仅是我 他遇到任何一个众生的时候 他会这样虐待的 他会损害他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本来的 固有的一种本性 就像我们看见的这个火 所谓的这个火 凡是世间上是他可以燃烧的东西 借助他的时候 这个火就是会燃烧他的 所以说 那么这个火的本性 我们不管是你谁借助他的时候 都会烧燃的 所以我们最好不要 这个树放在这个火堆里面 如果你的树子 原来上师如意宝也是讲这个论典的词合 就举过这个例子 我们愚笨的人 最好不要把自己的树放在那个火堆里面去 如果你放到火堆里面去 那你没有什么怨天有人的 因为怪你自己 为什么呢 因为火的本性都是燃烧性的 不管是你的树也好 别人的树也好 什么东西就放在火里面 肯定会烧尽无欲的 那这样的话 火的本性是如实如实燃烧性 然后我们对这个火 产生嗔恨性是应不应该 就是不应该的 这就是他的本性 对他的本性 生嗔恨性的话 世间上的食物的自然本性当中 有许许多多他的一种本性 所以我们不可能对每一个食物的本性 产生嗔恨性 如果我们产生嗔恨性 那很多人是值得可笑之处 是嘲笑你的 他们都觉得这个人是很愚痴 火的本性就是热的 你怎么会是要骂骂他 怎么会对他不满意呢 会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同样的道理 刚才你第一个问题也承认 所有损害众生的行为 是凡夫愚笨的人的行为 就是他的自性 比他获得热心一样 就是跟他的自性是无二无别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接触这些凡夫人 凡夫人进行加害我的时候 我对他应不应该生起嗔恨性啊 他的回答完全是不应该的 为什么呢 因为凡夫人 他本来都是害别人 这就是他的工作 这就是他的职制 这就是他的本性 那这样一来 我们最好是不要接触他 不要亲近他 也只要接触 只要亲近 他有意无意地损害你 这就是他的一个本性 既然是他的本性 那么我们怎么会对他生嗔恨性呢 对他生嗔恨性是不应该的 如果我们对他生嗔恨性 那世间上的人们都会笑我们的 因为凡夫人的本性 都是修向毒蛇和罗刹女 就像世间的这种什么猛兽一样的 那这样的话 你只要到老虎的窝里面去 那肯定会遭殃的 没有什么怀疑的 同样的道理 凡夫人既然的本性是如此恶劣 这一点是认可的话 那么我们亲近他有什么 就是生嗔恨性的呢 不应该有这个生嗔恨性的 这是第一种观察方法 大家也应该这样去分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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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第二种观察方法 就是如果对方说 这个所谓害众生的这种行为 并不是凡夫人的本性 凡夫人的 我们世间上的人们的 不管是敌人也好 凡夫人也好 他的本性应该是很善良的 从佛教的比较高一点的论典的说法 就是如来藏 本性光明 心性光明 每一个众生都有成佛的种子 或者是思想与佛无二无别的 那这样一来 只不过烦恼 就像虚空当中 暂时期限的无垠桂桂一样 本性当中 这个烦恼是没有的 而害别人 依靠他的烦恼来作害了 如果对方提出 说出这样的话 我们对他也进行说明 如果是恶法 有情心人陷 则成也非与 柔成焉必空 他这里就是说 刚才第二个方案 第二个问题 如果对方说这些过患 嗔恨心或者是害别人 不快乐的意识等等 这些是恶而心的 并不是真正的 世间人们的心的自信 是无二无别的 不是这样的 而众生的本性应该是善良 善良的信心是光明的 那既然你承认这一点的话 那我们也不应该 对他生嗔恨心的 为什么呢 比如说众生 他的心应该是与佛无二无别的 他根本就是 不要说你 对任何众生都是 既然他的心体 光明和慈悲无二无别 空性和大悲无二无别 这样一种如来党的本面 那么这种众生 他不可能害任何众生的 所以他的本性上 没有任何问题了 没有任何过失了 没有任何过失的话 我们也是不害他 不恨他 但是害我们的是谁造成的呢 就是他的本性上面 就像《诗连论》里面所说那样 信心即是光明 但是就是偶然的渴乘来折承的 那么这个渴乘 在你的信心光明当中专时期限 然后产生了烦恼 不良的作意 最后他用不好的行为 进行加害你 那进行加害我的是什么呢 众生的本性还是众生的恶耳 像无垠一般的暂时障碍 那么我们已经承认了 刚才第二个方案 不是本性 就是暂时的烦恼 那暂时的烦恼来害你的话 我们对众生不应该生起嗔恨心 不应该生起嗔恨 为什么呢 因为众生他的本性 不管是敌人也好 任何人 不过是暂时出现一些障碍 烦恼 然后呢 所以我们不应该对他生嗔恨心 因为他的本性 你刚才也已经承认了 就是人贤的 善良的 慈悲的 然后从来都是没有损害过你 这样以后的话 那么我们现在对他生嗔恨心的对境 并不是众生的分体 应该说是众生的这种 偶然产生的烦恼习气 这种烦恼习气并不是真实的众生 所以我们对他如果生嗔恨心 就像虚空本来清净的 但是有些人虚空清净当中 突然弥补乌云 然后这个弥补乌云以后 他遮蔽了眼光的时候 然后以按理来讲 应该对这个乌云生嗔恨心 因为遮掌你的就是这个 遮掌你的眼光就是乌云 不是虚空 可是这个人已经搞错了 反而对虚空产生嗔恨心 那合不合理呢 很多有智慧的人一观察 这是非常可笑的事情 也是一种愚痴之举 因为害你的不是虚空 是乌云 但是你反而对乌云不生嗔恨心 反而对虚空生嗔恨心的话 合不合理 同样的道理 害你的这种众生 不是众生的本性 应该说是暂时的烦恼吸气 而这个烦恼吸气 你不应该害的 这也就是我想说是暂时的干什么 这也是我想说是暂时的 是暂时的灾状 这也就是暂时的灾状 没有人的灾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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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我们平时在任何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 遇到一些外面的敌人 首先吵架 后来对方拉着棍棒狠狠地打你 那么打你的时候你当时特别的可能生嗔恨心吧 非常的生嗔恨心 想对敌人一定要交战 有可能这种想法 那么这个时候有些人说 你不应该对敌人生嗔恨心 你应该对母头 对棍棒生嗔恨心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打你不是敌人的手 应该是棍棒打你的 然后树害者说我对棍棒为什么要生嗔恨心 因为这个棍棒不可能单独跑来打我的 他不是他自己来打我的 而是这个坏人就是这个敌人他拿着棍棒来开始狠狠打我的 所以害我根本的来源 应该是敌人 不是这个棍棒 那么这样的时候可以这样回答 如果你不是直接害你作为你的怨敌 那么其实敌人 他也是身不由己 他也是没有自由的控制 实际上你刚才所谓的棍棒 是敌人的工具一样的 这个敌人实际上就是 烦恼嗔恨心的一种工具 他也是这个嗔恨心 专门派他 通过嗔恨心的折磨 然后他实在是无法忍受的时候 用他来打的 如果你真的要生嗔恨心 那么要么对善者的生嗔恨心 因为这善者可以说 有主犯的概念 敌人 第一个打你的手是棍棒 然后棍棒的来源就是敌人 敌人的来源就是嗔恨心 嗔恨心的来源 无始以来的业等等 肯定有各方面的因缘 但是你对前面的 也是不生嗔恨心 对后面的也不生嗔恨心 往往就是抓住中间的敌人 那这样的话 你欺负敌人也是不合理的 但你有这么多的因缘当中 你单独宣出人的话 那这种说法是说不过去的 那这种说法是干涉的 实际上是好专门的 是哪个人的 也好想要不要那种 我太不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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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不生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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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一个颂词就是 受害者 受害者也是观察三个方面 受害者第一个是 我惜于有情 承着如是害 皆承上有情 内因数持损 那么这个呢 现在我们受害者 从自己的角度来讲的 刚才是损害者 从他的角度来分析 所以这个课盘大家一定要了解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感受痛苦者完全是由于自己以前加害过众生 所以今生当中很多人害我的 诽谤我 打我这种现象是有的 所以佛经当中经常有很多怨言相报 即生当中自己根本没有做任何坏事 但是即生当中很多人无缘无故地害你 应该是对自己的前世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他这里也是这样讲的 我以前无事以来也好 或者是前一世 或者是在上面的前一世 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漫长的轮回生涯当中 我肯定就是害过 不通途径地害过众生 那么害过众生 这种损害的这种习气一直种在我的阿难言上面 那么现在依靠因缘基督的时候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有些公案一样的 所以即生当中 不得不受这种报应 所以今生当中如果有些人 有原因也好 没有原因也好 然后他要害我的话 那么我应该这样想 有些人经常这样讲的吧 因为我即生当中对这个人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他天天对我这样 肯定是有前世的这种一些 我没有还情 肯定是前世欠了他的 即生当中我知道是不欠的 有些人都是说妄语 即生当中肯定会欠他的 但是他自己说 我即生当中都是不欠他的 肯定是前世欠了他的 这个说法是对的 应该说是前世当中欠了他的 所以即生当中也会害你的 因此这样的相续 我们也是尽量地断除 否则一直在将来的这种生世当中 一直延续不断的 这种情况也是有 所以已经是来自身上的 那我会有什么事了 那全是什么 你就不信心 我来讲过 我来讲和自己的 我来讲 你怎么能不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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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